美的事物,別人並不見得認同 甚至可以隨意地否定你 或是給你並不想到的意見 所以想要表達在這個紛亂的網路事件中 其實不需要比較 也不需要去在乎別人的成功或失敗 或對你的失望 其實也不需要討好 就不管世界變成什麼樣的福 還是要找到自己的姿態 整個下午在沙發上 然後把自己喜歡的玩具 什麼都放在沙發上 想像旁邊全部都是海啊 有鯊魚 所以我一步就能夠離開沙發 大人都覺得我有問題 所以那個沙發是你的海洋 你所有的寶貝跟所有會攻擊你的 外來的一些怪物啊 鯊魚啊 它也都同時會出現在那片海域裡面 對,所以我們只能自己靠地 看我們躲在一個角落 聽起來有點像少年拍的 流浪那種感覺 對 我想到回來的時候 我想到我的專輯裡面 也可以呈現這種精彩豐富 多變的性格 對,所以在這樣專輯裡面 事實上我們可以聽到一種音樂的流動 它其實很像語形 對 沒有人能想也沒有被提醒的時候 沒有想到20年這麼快 我記得在20年前 那個時候你還有一個名詞叫 神奇珍是少女標本 對 對不對 那20年後我們現在說它是 音樂百變女 對,你喜歡這個變化嗎 我喜歡 我喜歡 因為其實變跟普變都很珍貴 所以 我希望把人生歷程中 每個不一樣的節奏都可以用作品留下來 很久嗎 我覺得 還好 剛剛好 但是要謝謝大家耐心的等待 然後不離不棄 剛剛有看到VCR很多前輩 然後我最近的歌手 還有好朋友的祝福 真的很感謝他們這麼忙 秋空替我的新專輯還有演唱會 給我這麼多的鼓勵 讓我覺得自己人緣很好 對啊 你人緣很好 而且剛剛徐佳穎講 不急不許 其實我覺得 根本你就是不急 但你並沒有不許 你是很許這樣子 慢得不得了 因為我在看很多的粉絲 對12月11號這一天充滿期待 對 這等於是累積著長久以來 對一張神奇珍新專輯的希望跟想念 那當我們看到專輯名稱 是叫做沙發海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蠻驚訝的 對 因為很少會有沙發海這種形容詞 有很多人啊 對啊 原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以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這樣子 但在那個MV 我們剛剛已經有看了 其實它延續你每一張專輯裡面 我覺得都有一個共同的概念 像躺在你的衣櫃 然後Self 太陽 這些歌其實你都創造了一首 所謂比較陰性的搖滾風格 這樣子 陰性搖滾風格 這 這個 編曲老師 我是 小波老師 對 然後 我自己很喜歡搖滾樂 但是搖滾樂也可以 表達出一種反派的精神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那個MV的導演 其實也是我第一張唱片的攝影師 喔真的 王中平 欸第一張唱片剛剛我們有看到是 讓我再想 對 讓他想一想 想一想 嗯 因為我們也認識很久了 所以他也希望我可以透過 把自己弄髒啊 持懷啊 然後比如說 身上的人土啊 或者跟隨著動物的屍體啊 或者腐爛 然後是有一個 迷人的反派 嗯 好像在這個混濁的世界裡面 你雖然 受到環境的藏污 可是你自己還是知道 你自己喜歡的樣子是什麼 對 對